不要动不动就问别人网站链接什么 不要动不动就问别人的店铺链接什么 如果说有谁总是问你的店铺链接什么 你在卖什么产品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视频直接转发给他 因为现在做跨境商人 但凡有点脑子 但凡有点教养 是不会去问别人对方店铺链接 或者说所卖产品什么的 因为如果说一旦知道了对方的链接什么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软件分析工具 把他们的网站流量直接全部扒出来 然后也可以知道对方的广告投放的国家有哪一些 甚至他的广告策略 他的图片怎么设计 我们看怎么撰写都可以 最后最可怕什么 特别是一些B端批发类的工厂的网站 他们如果说一旦获得了Google SEO优化排名的话 我们还可以知道他的哪些关键字 已经获得了Google排名 我们就会做对应的策略 要么跟卖 要么去做更加多的内容 把他那个排名给抢上去 如果说这时候谁还会问你 诶 网址什么 或者说你卖什么产品的话 要么他什么都不懂的 小白 然后问你这问你那1.1都没有 那么他就是别有用心的竞争对手 他想来抄袭你的运营策略 甚至你的网站版式 你还敢去问别人卖的什么产品 如果谁再问你的话 赶紧把这点装给他就可以了 那么还是看你呢 就给他来一个东西 我再帮你 你 我再帮你